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千诚 前两天我是发了一个这个视频 就是通行证 我们去新疆西藏旅行 就是要去派出所打一个边境地区的通行证 然后有网友就给我留言 然后私信我 他说你打全境 比如说打西藏维吾自治区全境 西藏全境 这样的话 到时候去那边 有些检查比较严格的县的检查站 可能他不会让你通过 我后来到网上去查了一下 确实有些地方检查严格的地方 确实这样打是不行的 你不能打西藏全境 新疆全境 然后我今天到派出所里去重新申请了一下 重新打了两张 为什么打两张 我是把新疆跟西藏分开打了 因为本来这两个地方就有很多县需要打边防证的 如果打在一张上面根本就打不下 另外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今天去申请 申请了两张之后我可以把时间错开了 我把我因为要先去新疆 所以我把西藏这个时间呢 往后拖了两个月 另外呢大家看一下 我放一张照片上来 我这个申请的时间呢 是改成了六个月了 旅游啊是改成了六个月了 派出所的同志呢 派出所的同志呢是挺好的 他说我们这边说明 办事的流程说明上面呢 就是旅游的话呢一般是三个月啊 然后我跟他说了一下 我说我是时间比较长啊 所以要申请六个月啊 那么派出所同志呢就是也挺好的 他呢把我改成了六个月 大家看一下这一张新疆的 新疆的话呢 他是从6月20号到12月19号了 然后西藏的西藏的呢 我是打了8月20号到明年的2月19号了 这样的话呢我就时间上面非常充裕了啊 我的行程安排就是比较宽裕了 不会显得太局促了啊 另外大家看看啊 他这个新疆其实要打边防证的线是蛮多的啊 一开始呢这个派出所同志啊 他在这个纸上面打不下 大家看一下啊 后来呢我跟他说 我说要么把这个后面这个线啊去掉 然后他勉强打下了啊 你看看这个清河县 复运县 浮海 他把地点全部打出来了 这些县城的地名全部打下来了 但是后面的县全部取消掉了 到最后是 呃 夜城啊 最后一个 所以呢 我觉得这样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了 啊 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点赞关注转发啊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